好,大家好,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第五課 Introduction to Dramatry 那就是第四頁 第四頁呢,就有一些基本的關於幾何,Dramatry 的資料,你們要知道的 第四頁呢,就是Straignite Curves 站好先啊 跟著呢,Angles 我們會教六種Angles的,這裡就是其中三個 Accute Angles,Right Angle,Optuse Angle 這些呢,要識背的哦,這些字呢,要識得串的 好,那關於平面了 由左邊開始,Triangle Cortiretral 四邊形,Pentagon 如果你聽過五角大廈呢,你就會聽到Pentagon 好,六邊形呢,就是Hexagon Circle 跟著下面就是,我們常常都遇到,常見的四邊形 Square Retangle Rombus Parallelogram Tripexium Kite 簡單說呢,就是Square 和Rombus 一樣呢,都是四邊相等 但是Square呢,四隻角都是九十度 Rombus Rombus 不一定要九十度 Pent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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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條對邊都是平衡 如果只有一條對邊平衡呢 就是Tripexium 這個是妖形 你看到,上下兩邊,輪邊相等 好,那,講完,點線面之後呢 線和面,或者角之後呢,這裡有幾個Solar Figure 這些字呢,大家都要認識的 第一個,Prism 靈柱,或者我們叫角柱體 Cylinder,圓柱體 Spear,球體 Pyramid 那,這個呢,就是角錐體 那,最後一個空 那,暫時你方溫呢,要學的呢,只是懂得Prism,怎樣計算它的Volume 好,那,接著可以很快呢,我們講一下,Points,Line, and Surface Points就是,在你,嗯,幾何裡面呢,是用一個Dot,或者一個交叉去代表 好像這樣,A和B,那,通常我們打交叉都會多些 好,站在後面 那,站在哪裏呢,在這裡 那,一條線呢,我們怎樣形容一條線呢 我們就是用一個英文字母,例如這裡,PQ LinePQ,講到這些呢,叫LineSegment 那,這一條線呢,就是PQ 那這一段呢,下面那條呢 我們呢,我們會叫做RS,或者RVS 那,注意呢,這個RV,這一段,這一條線呢,就是RV,和VS,或者RS 有時候呢,有時候呢,這裡會說,會用三個英文字母呢,去代表一條線的 那,我們會說這條線是RVS,或者SVR 那,都是在說這條線 那,好了,平面呢,平面呢,平面呢,就是一個PLAINS,代表一個FLAT SURFACE,一個平的面 那,好像這個這樣,這個頭長 那,曲的面,好像呢,波,或者是可樂罐的面呢,就是CURV SURFACE CURV SURFACE,就是曲面 那,用色呢,用一個英文字母去代表POINT 那,用一個,用一對英文字母,PQ,又形容線 那,怎樣形容PLAINS呢? 那,我們用PLAINS,當然,通常有四個角 那,例如我們叫做A,B,C,D,或者C,D,A,B 那,要順序地說的,你不能說C,A,B,D,不行的 那,好像要這樣,The show figure 5.27 shows the plane A,B,C,D,or plane Pi 那,這裡呢,有個名字叫Pi 那,Angles又怎樣呢? 那,這些名字去吧,Angles由兩個Arms組成 那,頂點呢,叫Vertex,這個呢,自然叫Angles 那,怎樣形容一個角呢? 如果取得一個英文字母,你可以寫角B 那,如果它有三個英文字母,你就要用很清楚的寫 Angle A,B,C,或者Angle C,B,A 那,如果你說C,A,B,呢? 那,就是講這隻角的,C,A,B C,A,B,那,不要搞錯啊 好啦,有時候呢,我們不會用三個英文字母的 又或者不會用它的Vertex去頂點呢,去說 我們呢,會用裡面那個Label去說,這個例如,角X,角Alpha 那,這裡寫得很清楚的啦 通常呢,角呢,我們會用這個希臘 Grease letters 5,Alpha,Beta,Gamma 5,這個呢,讀5,Alpha,Beta,Gamma 那,你不必需要用這些的,你用A,B,C都可以的 好啦,那,去到第八頁啦 第八頁呢,這裡說,究竟哪個是角B呢? 如果你就這樣說,這裡呢,一條線上面呢 一條線上面有兩隻角 那哪一隻才是角B呢? 如果你就這樣說,Angle B 所以呢,你不可以這樣寫,這個是Angle B來的 因為兩邊都是Angle B 那你要Label清楚,這邊呢,左邊的是A,B,D 右邊這個呢,Angle B 右邊這個呢,Angle B 對啦,A,B,C,有沒有第二個啊? 上課再告訴我吧 好,那,Let's practice up In the figure,O,P,Q In the figure,O,P,Q is a straight line 那,我看著圖啦 O,P,Q is a straight line 即是,就是這條直線啦 那,它叫你,A,Write down the Greek letters representing the following angles in the figure 那,剛才我們講了啦 一些希臘文字 那,它代表那個,Angle O,P,R 那,Angle O,P,R 那,Angle O,P,R在哪呢? 我們看看,O,P,R 那,即是這條直線啦 那,這個呢,就是,Pheta 那,所以呢,我們這裡寫答案就是,Pheta O,Q,O,S 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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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看看,Q在哪呢? Q,O,S 那,就是這個,由這裡,由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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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到這裡,那,所以呢,就是這個 這個呢,就是Alpha A,Q,O,C,O,Q,S 不像,A,Q,O,Q,S 那個,咱,A,A,Q,A,X 那,就是這個 Phi 呢? 即是這裡 Can we use angle P to represent the angle? 這個可不可以用 P 呢? 剛才說的當然是不行 No 那... Use the letters in the figure to name the angles 那麼... 這裡已經可以看到了 有兩個寫法 好了 P Q Or Q P R 那... 隨便兩個答案都可以寫的 隨便一個答案都可以寫的 無所謂的 好了 再看一條Example 1 In figure,AEC is a straight line AEC is a straight line Use the letter in the figures to give four possible labels for the marked angles 那... 有哪四種有可能的 labels呢? 去告訴你 呃... 這個角呢? 好了,那... 他就告訴你 我們看呢,這裡 哪四種呢? 第一種 這個角 我們可以叫做B 那... 那...這裡只有一個角 所以我們第二個答案呢 可以叫Angle B 那... 另外兩個呢 三個遍門字沒有啦 Angle A B C 和C B A 那... 剛才沒有跟大家說了 這個... Angle呢 這個Angle 一定要寫的 如果你不寫的話呢 就這樣寫C B A 可能呢 這個... 可以代表三角形 可以代表直線 那... 你... 所以一定要前面寫清楚 這個是Angle C B A 好了,今課呢 就說得很長的 請你呢 就... 做了Follow-up 1 這裡啦 好 好 剛剛... 跟著呢 還有Follow-up 1的A B 好 那... 因為信眾關係呢 我們就要說 再見啦 呃... 叮噹叮噹 叮噹叮噹 叮噹叮噹